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股市的最新动态和一些重磅消息 在美东时间的周三 美国三大股指齐齐上涨 道琼斯指数更是创下了收盘新高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金融股的表现尤为抢眼 摩根士丹利的财报更是让投资者们振奋不已 而大型科技股却有些失色 跌势让人心痛 与此同时 消费股在政府刺激政策的助力下也开始复苏 一些基金经理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期待消费板块的回暖 而在水资源领域 水资源费改税的试点即将启动 节水产业也在迅速崛起 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股市波动 消费复苏和水资源政策的变化 都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投资环境 大家可得紧紧把握住这些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嘿 朋友们 今天咱们来聊聊股市的那些事 真是让人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激动呢 就在美东时间的周三 也就是16号那天 美国的股市简直还翻了天 道琼斯指数居然涨了0.79% 又一次刷新了收盘新高 真是不得了 让人忍不住想为它欢呼一声呢 接着 标普500指数也不甘示弱 涨了0.47% 而那斯达克指数则是跟着涨了0.28% 这股市就像是坐上了一辆疯狂过山车 今天这场戏码真的让人心潮澎湃 根据咱们股市小道消息 路透社的报道 今天市场上的情绪那是相当乐观 为啥呢 主要是因为一些知名公司交出的业绩报表 比预期还要亮眼 金融股就像被打了鸡血一般领涨全场 比如说摩根士丹利的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就堪称奇迹般的亮眼 净营收达到了153.83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多了20亿美元不止 净利润更是从去年24.08亿美元 飙升到31.88亿美元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有个相当聪明的投资策略师 Piper Sandler的Michael Kantrowitz 就表示说 投资者们似乎开始从那些大型科技公司 转向大型金融股 哎呀 这个变化可是相当耐人寻味 他还补充到 利率环境对银行盈利更加有利 而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的乐观预期 已经被市场消化掉了 看来大家都在寻找新的 猪跑向风口呢 不过 今天的大型科技股 就有点疲惫不堪了 脸书的股价跌了超过1% 苹果 亚马逊 奈飞 谷歌 微软 也都是小幅下跌 真是让人心疼不已 不过 银行股今天可是机体狂欢 摩根士丹利涨了超过6% 花旗涨了于2% 高盛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也都是涨了超过1% 摩根大通虽然只是小幅上涨 但也是在欢境的行列中呢 航空股今天同样是一片欢腾的景象 美联行的股价涨了超过12% 美国航空涨于7% 达美航空涨超6% 波音和西南航空也都是涨了超过1% 瞧这股市就像是飞上了天一般 真是让人羡慕极度恨啊 再看看芯片股 今天他们的表现就像一场过山车 涨跌不一 美光科技涨了超过4% 英伟达涨于3% 而阿斯麦却是跌了超过6% 英特尔和高通也跌了于1%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节奏啊 说到热门中概股 他们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那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涨了0.93% 世纪互联涨超9% 丁东买菜涨于6% 在顶医药涨超5% 贝壳涨于4% 中通快递 爱奇艺 邪程集团这些也是涨了超过2% 不过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 名创优品和荆轲能源跌了超过2% 蔚来和腾讯音乐也跌于1% 投资者的心情可真是像坐上了情绪的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再来看看欧洲三大股指 今天收盘的表现可谓是各有千秋 德国DAX指数跌了0.27% 法国CAC40指数跌了0.4% 而英国富士100指数却逆势而上 涨了0.97% 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啊 国际油价方面 虽然跌幅放缓 但WTI11月原油期货 还是收跌了0.19美元 报70.39美元 捅 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 则是收跌0.03美元 报74.22美元 捅 看来油价也是在小心翼翼的走路呢 哎呀 真是心酸 总之 今天的股市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演出 跌宕起伏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希望大家在这个市场的波涛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 赚得盆满钵满 接下来 咱们聊聊另一个话题 那就是消费股和那些飘移基金的故事 简直跟电视剧一样精彩 情节跌宕起伏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最近消费刺激政策接连出台 感觉就像给新零售和新消费赛道 打了一针强心剂 大家都在期待 他们能赶上来 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例如 10月16日那天 港股的新零售和新消费赛道 简直是表现得像个明星 茶百道的股价 一度飙升80.5% 哇塞 简直是让人目瞪口呆 投资者们估计都快乐开花了 不过 消费赛道的基金涨幅明显落后 简直就像一只慢吞吞的乌龟 后续还有很大的做多空间呢 比如说 中信建投基金旗下的消费升级基金 最近一个月 净值涨幅仅为9% 年内亏损超过20% 这可真是让人心疼啊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政府刺激政策的持续发力 消费信心正在逐步回暖 之前飘移到其他赛道的消费主题基金 可能会成为消费板块的新增量资金 真是让人期待呢 最后 咱们来说说水资源费改税的事 水资源费要改成税了 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呢 不过 这样做是为了增强大家的节水意识 鼓励企业通过节水改造和技术创新 来提高用水效率 根据最近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 过去5年 全球河流水位持续降低 2023年 甚至成为近30年来 河流水量最少的一年 水资源紧张程度 可想而知 我国的节水产业也在叙事待发 预计到2027年 节水产业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 哇哦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总之 水资源费改税的试点即将启动 节水产业也在叙事待发 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 未来的水资源 可不是那么好得的 节水才是王道 希望大家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时代里 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哈哈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嘿嘿 朋友们 今天股市的表现 真是让人振奋 道指在创收盘新高 热门中概股 也在争相上扬 这可是市场信心的强烈信号啊 企业业绩超出预期 金融股领涨 莫非是大牛市的前奏 这可是让投资者们 心潮澎湃啊 哈哈 楚天书 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 虽然股市看起来风光无限 但别忘了 这就像个过山车 随时可能掉下来 科技股 不就开始疲软了吗 股市哪有永远上涨的道理 再说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呢 哎呀 谢琪琪 打击面太大了 股市本来就有起有落 但只要基本面向好 投资机会就会层出不穷 看看金融股和航空股的表现 都是资本流动的结果 还有热门中概股 也涨势喜人 看来全球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回暖啊 哎呦 楚天书 别太乐观了 别忘了消费股的故事 基金业绩可是落后不少呢 消费股虽然有政策刺激 但市场回暖 可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基金都开始飘移到其他赛道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风向随时可能改变 哈哈 谢琪琪 消费股可是潜力无穷 尽管短期内表现不佳 但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 消费市场迟早会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要有点耐心嘛 投资不就是考验眼光和耐心的游戏吗 哎 楚天书 你的乐观精神让我佩服 不过 水资源费改税的试点 也在提醒我们 未来的挑战可不少 水资源紧张 节水产业正在崛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们需要对未来的资源配置更加谨慎 市场变化无常 投资者可得看紧自己的口袋啊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观点 给予了我们深刻的思考 首先 楚天书的力 敞交为乐观 他认为目前的股市表现强劲 特别是导致创下新高 即中概股的回暖 这无疑是市场信心的一个正面信号 他的观点强调了基本面向好的重要性 认为只要基本经济健康 投资机会总会存在 然而 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天真 缺乏对市场播动静的认识 股市本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投资者不应该只看短期的表现 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 另一方面 谢奇奇则提供了另一种观点 他对楚天书的乐观表示怀疑 强调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他提到了科技股的疲软 以及基金表现不佳的现实 这些事实 无疑是对楚天书观点的有力反击 谢奇奇的论述更为谨慎 提醒投资者 关注潜在的是场变化与挑战 这是相对负责的态度 然而 从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 楚天书虽然持乐观态度 但他的反驳 似乎未能深入探讨市场的长期风险 容易让人误解 为他对市场的盲目乐观 此外 谢奇奇的论点虽然有理 但若过于悲观 也可能使投资者 错失一些潜在的机会 在投资的世界里 过度的悲观和乐观都是不可取的 应该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观点 总的来说 两位辩论者的表现都很出色 各自的观点都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 具有一定的价值 楚天书的乐观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也需要更加谨慎的评估风险 而谢奇奇的谨慎则提醒我们 要保持警惕随时调整投资策略 未来的市场将会更加复杂 投资者唯有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在风云变换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